西安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 哇可热闹哦 对这简直是万人空巷 都在等着看一个奇景 什么奇景呢 说五一之夜在西安的南门外 有多达1374架无人机 闪耀升空 哇特别厉害 在空中组成就是各种图形啊 什么字之类的 哎呦就轰动一时啊 反正我在群里边 我看到西安的朋友在转这个事 大家看 这就是西安南门外夜空 哎呀你看到一个字吗 就空中啊就在那 对奔跑吧西安 哎还有什么11374啊 什么什么之类 哇这个厉害了 对这是什么 就是无人机组成的 五一等你来呦 西安城墙哦 这都是无人机组成的 然后说五一晚上啊 呵啊这西安人民简直是 清朝出动 不是不能叫清朝 清城出动 就等着看这无人机的壮举啊 你看这人多的 多到这么一个程度 我天太厉害了 说这是一次史诗级的 千架无人机的震撼表演 哇这么厉害啊 对啊这个西安 对最近其实非常的 非常的强 也非常抢风头 然后说这不是无人机表演吗 然后家住在西安市 西三环雨斗路上的王阿姨 对和女儿就带着两个小外孙 也去看无人机表演 说孩子看的特别开心 然后说但是没有想到吧 突然之间 有个东西从空中掉下来 棒的一下砸到这个孩子的脸上 然后啊什么东西砸到孩子脸上呢 居然是一木棍 大家看从天上直着入来 棒当一下子 然后把孩子当场给砸昏了 啊对就是毕竟木棍从高中掉下 劲儿挺大的 然后大家看这孩子的脸 直接给砸清了 不是你说人家一孩子 对吧好不端的五一放假过节 去看一看无人机 然后呢就被就就把脸给抽成这样 都抽死了 这什么意思啊 对然后你看这孩子 这明显就已经打傻了的样子 就这就这挺过分 这怎么回事呢 好好看无人机 然后他们就讲说啊 说其实五一晚上西安的这个 千架无人机的表演呢 似乎出状况了 什么状况呢 就是这个图形吧 首先拼得有点乱 好像出bug了 然后说啊 更加严重什么呢 说那个无人机 好像劈了啪了 个坑往下掉 我跟大家讲 就这孩子吧 就是被木棍砸一下 算是运气了 说好多架无人机啊 就直接从空中 劈了啪啦往下掉 那要是被无人机砸着啊 那就不单是一个 砸青砸种砸傻的事 那可能直接就开瓢了 啊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呢 对就是这个 谁也没有想到 因为据说彩牌的时候 这个无人机挺成功挺成功的 因为说这次西安的这个千架无人机啊 耗资1050万 哇这好巨资啊 对巨资就希望他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嘛 然后彩排也很成功 没想到五一当天表演的时候 哎 出状况了 好像GPS定位不准 然后控制不住 好多的无人机就乱成一团这个景象 但是这个景象倒也难得 好吧 我们也去西安的这个五一的现场来看一下 走你 好的 哎呀 这个 这个 这个五一 这四十啊 哇 这都能认出来 我天 获得了最多无人机同时飞行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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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最多的无人机同时表演的记录 也可以同时破最多的无人机乱成一团完它掉的记录 这个厉害 同时破两个级一次记录 太厉害了 但是我这么说的话可能是吧 有些西安朋友不是特别开心 但我不觉得这是什么不得了事 我觉得 哎哎 这位朋友说什么西安人爱吹牛 说别人不行啊 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西安人是淳朴的善良的 也因为我的西安有很多朋友 对啊 也因为我以前跟西安的女孩子约会 所以 而且我爱吃西安的羊肉泡馍 所以总之各种原因使得 还有假餐包子等等 好吧 就说到这儿 还有 别的就不说了 就是 所以我其实 肉胶膜我得提一下 就是坠机最多的记录 我觉得仙人挺好的 而且说真的 无人机嘛 它是个新东西 对啊 那总要尝试嘛 就是它一个城市敢于冒险 冒着风险 然后投入巨资来尝试 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大家见证了无人机发展的一个 一个光辉灿烂的时刻 这不是很好嘛 对吧 所以 我在这里力挺先 我不觉得有什么 那什么 至少 你们看到还有一半嘛 对吧 新时代 时代就能认出来 对 什么四十年 能认出十年 西安 对啊 能认出安 你就猜不到西嘛 是吧 那个 狼哥 我就在西安哟 对啊 哦 这位说的好 这个朋友聪明 他是虾米 小丁丁 小丁丁 你好 他说 肯定是手机信号干扰的 对啊 我突然之间明白了 对对对对对 这件事怎么回事 水落石出了 就是当时在现场 我刚才说了 人特别多 对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你看这人 人多的 然后每个人 你知道这年头是 人手一部智能手机 对啊 太多的人都举着手机 然后在这拍照 打电话 发信息 刷朋友圈 结果 对 结果 结果就造成了 咱们的无人机 就受到了干扰 没错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嗯哼 但即使面对这么多的 这个手机的这种干扰 电磁干扰 哎 它依然有一半的无人机 还在死死支撑 我们要为他们喝彩 哎 对 所以所以这么一讲 我觉得舒服多了 所以那个 关于西安的无人机的事件 第一 它确实演砸了 第二 我们还是要鼓励 我觉得 挺好 但是我觉得上门王 从上门王下扔木棍 还砸到孩子 这个呢 就不太好 啊 不过总之我的天啊 现场那么多人 居然没有无人机 砸到脑袋上 就劈了巴拉掉到人群里 哦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好家伙 吓死个人啊 万一无人机呢 就觉得啊 那边有好多的手机 我们去看一看 哗 全过了 那就太可怕了 天哪 真正有人说 这个一半呢 真的是大笑点 对 你怎么知道 人家不是故意搞出这个笑点 让大家开心一下呢 对吧 只有西安有这个勇气 有这个 谢谢LuluSky送个烤鱼 对 就是 这么一想舒服多了 对对 木棍是谁扔的 哎 这还真是奇怪 无人机 为什么要扔个木棍下来呢 而且还专门扔中了一个孩子 现场并没有其他人被砸中 对啊 这里有人说笑得肚子疼 这种事情你还要笑得肚子疼 你这真是他没有同情心吗 哎 那个这样 就是说我我我向大家要证明一下 你们不知道的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他这个表演啊 原本真的是很好看的 哦 有人说无人机是有人拿木棍砸下来的 啊 所以大家拿了木棍去打那无人机 把鸡落了无人机 然后木棍回了回过来再砸中小朋友 挺奇怪的呀 就是 好吧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西安的这次无人机的策划是很棒的 对吧 我觉得现在有太多人都在这里冷嘲热讽 就觉得哦 西安那个无人机演砸了演砸了 我觉得我特别不喜欢你们这样子 你们就不能看人家好吗 我现在要让他们见识一下 就说真正的他原来无人机表演是个什么效果 你们我跟你说差一点就亮相你们的狗眼 那个哎他原本是什么效果来着呢 我专门给大家找了一下 真的挺好的 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欣赏一下这个差点就成功实现的 西安无人机的画面 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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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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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非常成功 差一点就完美 对 但是最后并没有完美 但是没有关系 同时破了两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对吧 同时有最多的无人机表演 以及同时有最多的无人机坠落 这都很了不起 所以 就是 但是我在这观察的时候 我意识到就是西安这次 其实 之所以表演失误呢 也多少有一点点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你知道他这边写到 西安最中国 这个就有点 其实有点言过其实了 对 西安是很中国 但你说最中国 这个 这怎么说 大家都知道 对吧 那当然 还是北京最中国嘛 对 你不能说 这就必须成了西安最中国 西安很中国 对吧 然后大家都很中国 但是最中国 我觉得是 还是我们北京最中国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下回 就是用词还是要慎重一些 会不会是用词上 稍微 对吧 夸张一些 拖大了一些 结果导致 是吧 这个表演 没有能够成功呢 你要知道 这次要不是这个 就是要不是这次 表演失误的话 好家伙 西安最中国大传 西安会因此 遭到全国各地人民的弟子的 你明白吧 那有人说 也不能这么说 我长沙最中国 这个能够叫做 长沙最中国吗 OK 我湖北表示不服 辽宁最中国 襄阳最中国 开始了 开始了 对吧 小白你是太爱北京了 对啊 我长沙不服 毛爷爷最中国 有道理啊 我重庆不同意 东莞最 东莞真不能说 是最中国 好吧